这对母女获释的消息 让坐立奶奶的家人 终于放下心头大石 原来这名17岁少女 下个星期将迎来18岁生日 如今在生日临近前 重获自由 安全获释 她的父亲高兴得形容 这是最棒的生日礼物 她透露妻子的手有一些抓痕 但妻子告诉她自己没有大爱 这名父亲也已经和 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感谢美国政府的协助 让家人平安护士 根据以色列军方 母女俩将被带往以色列 一处军事基地和家人团聚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这对母女在上个月前往以色列 除了是庆祝犹太人节日 同时也是为了庆祝外婆的生日 没想到无幸遭遇哈马斯突袭 被卢总沦为人质 做了一千万不知关注者 国政府的协助 国政府的协助 ‌ 中文文文文文化